tun 這些色彩繽紛的蔬菜、水果 甚至是沒能放於牛奶和牛的蛋糕 通通適合純素人使用 近年不少人追求健康生活 加入素食的行列 Cynthia亦是其中一位 有一次聖诞节的party 坐在一桌上全台人都吃素 有些未必是全素 大部分都是不吃红肉 他们坐在一起 起码有十个原因 有健康问题 有皮肤 有环境 有宗教 但我听下去就 起码有十个原因 叫你试一下不吃红肉 我就姑且一试 好可爱 好可爱 她由慢慢减少食肉开始 一直到七年前 专为纯素食者 慶祝你食全素成功 这是什么饭 法牙葱米饭 由一开始决定要全部是素食 是很简单的 有时候我妈妈和我弟弟都是吃饭 我一开始就不知怎样跟他们说 只会在家里 他们照着煮菜 例如他们在鸡蛋炒牛肉 我就夹夹鸡蛋吃 就是这个 我笑着吃我碗饭 我们现在叫碟边酥 我拿去吃 刚刚开始吃素的时候 她从来都没有特别研究饮食餐单 家里的饭菜是工人姐姐准备的 我们只会跟她说 你不要有肉在里面 对她来说都是挑战的 所以她买很多豆腐 因为她在香港十几年 她所有煮的东西都是滷水东西 所以我经常吃滷水豆腐 素菜饮食的配搭单一 令到她的身体开始响起警号 我试过去捐血 捐血的时候 她就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贫血边缘 又未至于贫血的 留下血自己用好了 才知道自己不可以捐血 再去做连检的时候 就发觉 医生说可能你不够维他命B 当我有一段时间吃得豆腐多 我就发觉行路的时候 脚趾宫有微微一点 开始酸痛 又听过家里有些人 可能uncle那些 有说过他们吃肉吃得多 痛风 我就问 为什么我会痛风呢 然后又问身边的朋友 是否吃豆腐吃得多 然后我才说 对啊 差不多餐餐滷水豆腐 素食饮食习惯 可以分为三大类 包括只吃蔬菜和菊物类 不吃蛋、奶、肉和蜜糖的纯酥食者 也有只是吃蔬果、菊物类和奶类 而不吃蛋和肉类的奶酥食者 还有就是吃蔬果、菊物类、奶类、芝士和蛋 但只是不吃肉的蛋、奶素食者 营养师说 一般意见 素食餐单不会直接造成痛风 但若果进食太多高飘凌食物 导致身体制造过多了酸 就有机会诱发痛风 如果整天吃高飘凌食物 就会令痛风发炎或痛症的情况更加严重 如果素食吃得多生果、蔬菜 而它可以控制到豆类、菇等 不要那么多一次过吃下去的话 都不会有痛风的问题 虽然素食餐单中的食物 基本上能够为身体提供大部分必需的营养素 但有一种营养素 只能够透过肉、蛋、奶等的食物摄取 唯一一样就是维他命B12 主要是在动物、食物才会有 B12是有帮我们做血的功能 都会令到我们可以制造能量 所以如果缺乏B12的话 通常是长期吃素而没有补充的人 会容易有贫血的现象 坊间现时有一些添加了维他命B12的食品 营养师说都是一个选择 在一些添加了维他命B12的穀物早餐 其实都会有的 可以看看每天的份量 如果不是添加了维他命B12的穀物早餐 可以是一些添加了B12的植物奶 又或者可以是一些综合营养素 可以看看它的盒子里面 它的标志会不会是写着有维他命B12 这个可能每天吃一份 因为宗教原因 吃了素十多年的Ice 几年前怀孕期间都没有改变这个饮食习惯 以前整天都要看医生的 很容易感冒 很容易发烧 很坦白说 上班在办公室的中央冷气 但是我用了六年时间 我当时是打奶素 我发觉自己各样东西都是改善的 各样东西都是好的 到我有下一代 我没理由不将这条好的路 带给我的下一代 Ice五岁大的儿子 是所谓胎女素的BB 在妈妈肚里面开始吃素 出生之后 亦都是喝配方植物奶粉 至今都没试过吃肉 6个月就开始吃固体了 那你吃固体的时候 他们是很多东西根本吃不到的 那如果没有奶类的话 去给他补充的话 是一定不够的 那其实有一些配方的豆奶粉 或者植物奶的 是真的给一些初生BB用的 营养师就说 家长要分辨植物奶 和配方植物奶粉的分别 以及最好咨询专业意见 一些大豆或者米做出来的婴儿配方 那这些一定要是写明给婴儿的 就不可以不小心买了 普通成年人喝的植物奶 那就去代替了婴儿配方 那就会比较危险了 所以都呼吁家长 先咨询他的煮饭医生 或者是注册营养师 问下如果他的初生婴儿 是想素食为主的话 是适合用什么婴儿配方饮品的 你不要一条很长一条很短 就继续切 咦 你为什么要切到这种草莓 我们先练习一下 再继续 素食要好看又好吃 Ice有一套彩虹饮食法 颜色吸引之余 也都确保儿子每餐都有均衡的营养 好 来 再次问这个 基本上我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但颜色的配搭都是尽量五种色 因为我们素食是以颜色为主 五种颜色 红绿灯三种色加黑白 所以我尽量每一天的食材 我尽量可以配搭多一点的颜色 去给他 拿回不同的营养素 你把茄汁全部逼在砧板上 没有了茄汁了 美国营养学会 给婴儿的素食指引里面也有说 这个蔬菜和生果 每一天都要给他们多种不同的颜色 所以都会是包括红色黄色橙色 青色白色 然后是紫蓝色等等 如果我们中式的煮法 有黑色就可能会是黑豆 菇类 菌类 木耳 这些全部都会是一些高纤维的食物 里面会有不同颜色 就会有不同的抗氧化营养素 所以是可以全面少少 帮到小朋友吸收到多种维他命和抗物质 他说儿童时期是成长重要阶段 家长要特别注意某一些营养素的摄取 需要想植物的蛋白质有没有足够 因为在成长阶段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协助成长和免疫力 肌肉等等 如果钙质不够 小朋友会比较容易骨折 如果小朋友缺乏铁质 蛋白质或B12都会有贫血 是不同种类的贫血 通常贫血的小朋友 可能手脚会冰冷一点 面色会苍白一点 没什么唇色 免疫力会变差 素食的植物蛋白质 都有不同的例子 可以是豆类或豆腐 泥物都是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可以做主食 铁质的营养素可以在不同的豆类都会找到 所以不同颜色的豆都可以有空试一下 钙质可以在一些加钙的豆浆 加钙的植物奶里 又或者是硬豆腐 Ice就认为 儿子从小开始吃素 有助他健康成长 但日后是否继续这条素食路 会留给他自由选择 我自己都不是天生就吃素 如果他选择要吃肉 我会让他试 然后你再选一条 你觉得对的路去走 好 多连 感谢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